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王子曰相聚 王子曰这个平台 希望透过经典和生活势力的结合 以及现代诠释 和大家一起共享经典智慧 重新发现经典的美好 帮助我们更愉快的生活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想要来跟各位呢 谈一谈呢 关于工具人的问题 是在爱情呢 跟职场上面的迷思 事情是这样子的啊 有一位呢 年轻朋友呢 来跟我分享说 他的长官呢 要他呢 去兼任一个行政工作 那呢 他很不想去 因为他觉得呢 担任那样的一个行政工作呢 一个月呢 多不了几千块钱啊 可是呢 根本就是个工具人的角色 他很不想去 于是呢 接下来呢 他就把那个老板呢 就是说了一顿 然后跟我投诉说呢 他觉得为什么那个工作呢 是如何如何的工具人 完全不能够呢 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 如此等等 那当然呢 我也跟他呢 分享了呢 要不要担任行政工作的两面意见啊 那但是 结论是呢 他当然还是 没有去承担那样的一份工作 我想呢 这是我们生活里面呢 蛮常会碰到的问题啊 就是有时候呢 看起来好像是被升级啊 就是可以多兼任一个呢 中型管理者的角色 但是我们又觉得那样的一个角色呢 好像没办法呢 充分的发挥自己 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那问说呢 那你真正的兴趣所在是什么呢 好像也说不清楚 或者是呢 我们在跟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明明是我很爱对方 那但是对方呢 却把我呢 当工具人使唤 所以呢 让我送早餐啊 让我接送啊 有时候呢 可能还花了我的钱 所以我就是他的工具人嘛 那你说 那我很嫌弃当工具人啊 那我们就离开他好了 但是 我又是真心的爱他啊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呢 或迷思 该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是吧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必须先定义啊 工具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工具人就是这个人 他 他虽然是一个人 但是他的工具意义比较大 对不对 对不对 他的效用意义 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用的人 对吧 而且我们 每一次不想做的事情呢 我们就拿那个人来用一用 那最重要是 他又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那个人是工具人 对不对 那呢 有分呢 被当作工具人的人 或者是呢 在使用工具人的人 两方面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对工具人呢 这个定义呢 做了一个概括的想法之后呢 那不管呢 你是不是工具人 你首先得先思考说 你跟对方的关系是什么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工具人呢 你跟对方的角色扮演是什么 如果以老板职场上面来说 你跟你的老板就是一个寥暑的关系嘛 用封建的话来说呢 就是一个君臣的关系 但是我们常常会误会 我们跟我们的老板是朋友的关系 你跟你的老板是平等的 这就妙了 我们特别看呢 朋友这两个字 朋友呢 感觉就是走在一起的人 对不对 是这个 这个我们都会把蓬这个字呢 解释呢 是这个鸟的双翼啊 鸟的一对翅膀啊 所以朋友是走在一起呢 是肩并肩的人 对啦 这是话是没错 不过呢 朋友呢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啊 朋友这两个字呢 蓬这个字呢 是事实上是两个背 两个背壳的背啊 这个有呢 这个字呢 是上面的这个两话呢 是代表一只手 下面的那个右字呢 是另外一只手 所以换言之是 朋友是什么 是手牵着手 因为背 就是因为利益相合的人 这个利益像讲好像很不好 我们都是好像为了钱啊 为了金钱 现实利益啊 钞票啊 才走在一起 不是这样子的啊 也是为了道义相合 所以因此后来 我们才把这个朋友的朋友呢 做了一个更多的隐身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老板呢 是一个上下的关系 当成是朋友的关系 那你就搞错了 老板今天是付你钱的人啊 他付你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要你提供呢 你的服务啊 提供你的劳务 提供你的智慧跟能力啊 如果你的老板呢 愿意跟你当朋友 那你就谢谢你的老板啊 我们前面呢 几集里面有提到说 有些老板呢 是顾问型的朋友 对不对 顾问型的老板 你可以对他提出你自己的意见 他会聆听你的意见 对不对 那你就谢谢他呀 但是即使如此 你千万不要误会 你老板真的是跟你是朋友 然后你还真的酒后吐真言 对把你所有的牢骚跟不满呢 都跟你的老板呢 一览无遗呢 坦诚相见 你就搞错了 今天老板给你一个机会呢 让你去担任一个中阶的管理者角色 你为什么要先想着说 自己是工具人呢 这个工具人啊 当然是有一个器用的具体的工具的效益嘛 你可能可以帮公司呢 带来业绩啊 你是一个行销人才 对不对 或者是呢 你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 所以种种呢 考量之下 他就是觉得你可以为团体呢 带来好处嘛 所以他找了你 因为你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工具意义啊 但是有没有想过呢 我们工具人后面还有这个人嘛 所以你可以发挥一个人之为人呢 的这个价值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可以发挥在这个位置上面的价值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工具人啊 其实没有真的很不好耶 论语的维正篇里面有提到说 君子不气 那这个一般的解释呢 就是说 这个君子呢 不是像器具一样啊 只剩下一种功用 成为一个定型的人啊 那这个气是什么 气就是器皿的这个气啦 君子不是像器皿一样啊 因为一个器皿 它就只有一种用途嘛 它是A用途 就是不是B的用途嘛 比如说保温杯啊 是用来喝水的嘛 你把它拿去当做花瓶来用 就不怎么好用嘛 它可不可以当成花瓶呢 可以嘛 或者是保温杯放在那边呢 就是不用当杯子 完全当摆设 我们不是有去各个国家搜集那个星巴克的城市杯吗 你还真的拿来喝哦 没有嘛 你就给它放在柜子里面啊 对不对啊 然后你就看见 你自己去了很多个不同的城市 所以那样的一个气 它本来是要用来给你当杯子的嘛 但是你把它用来当成观赏的 行不行呢 行啊 但是它最主要的核心意义 还是真的当杯子嘛 所以君子不弃呢 本来的意思是说 作为一个器皿啊 器皿它有它专一的用途啊 它的A用途跟B用途呢 是不能相通的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君子啊 是一个成德之士啊 那呢 它的各方面修养都很好了 那它就是这个 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周倍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它的用度呢 它的价值实现呢 就是周满的 不会只是有一才一意 有专一的才艺而已啊 所以它不会只是一个定型的人啊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呢 都学习的很好 然后道德上面很完满 所以它应该心怀天下 不是只是像器皿一样 只是适用于单一的用途 所以这个君子不弃啊 其实是有过程的 一开始的时候 你必须是先学习 你当一个器 当一个器很不好吗 孔门四科里面呢 这个孔子的学问里面啊 分成四个门类 或是他把他的学生呢 分成四个专长 分成呢 德性 言语 正式 文学 就是道德上面很好的 我们大家都比较知道 就言冤啊 言语上面很好的 很会讲话的啊 或者是正式 就是政治上面表现很好的 像子录啊 或者是文学上面呢 表现很好的 像子下子游啊 那孔子呢 根据他学生不同的专长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四科 前面呢 有这个前十名的同学 所以例来说是孔门的四科十折 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呢 不在这个四科十折上面 重点在这个四科 孔门里面呢 都根据学生不同的专长呢 把学生分成四个类目 那为什么当气是不好的呢 所以代表说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专长嘛 有一项专长啊 其实是很好的 并且必须要累积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我们说要有一千小时的累积 对不对 才有办法呢 变成是一个专长啊 所以有专长 这就是一气啊 那么这个从一气呢 开始出发 然后呢 不限于一气的用度 不限于一气的用途 这个叫做多气 就是我可以去发展 我各式各样的才能啊 我可不可以呢 言语很好 然后我正式也很好 那这是古人的说法嘛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呢 在我最喜欢最热爱的这个核心工作里面呢 表现得很好 但是我也同时担任了行销管理的责任呢 我可能本来是一个业务 然后我现在当业务部的主管 行不行呢 我可能呢 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小业务 我后来当了业务部门的主管 然后我后来当了整个公司呢 人力资源部的主管 这样行不行呢 这样子是不是从一气到多气呢 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啊 常常提倡说 年轻人啊 要斜杠 对不对 或者是说 多工的世代来临呢 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斜杠人生 或者是社会也蛮鼓励我们呢 有不同的这个斜杠的发展 或是教育里面讲说 要培养学生的T型人格 请问各位啊 这是不是就是叫做多气啊 你的开斜杠是不是叫做多气 所以多气啊 也是一种自我试探的过程 你不去试探看看呢 不同的气 你怎么知道你只有一气而已呢 但是不论一气呢 或者是多气啊 那呢 最后还要超越那个气 所以那个叫做不气啊 就是超越气啊 超越气的限制啊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是说 我们呢 在作为一个气之后呢 能够超越那个气的风险 所以大家会觉得 好像当工具人很不好哦 没有耶 当工具人是一种练习啊 首先定义这个工具 是怎样的工具啊 那这个工具我要怎么样发挥呢 工具的最大效益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过啊 他说呢 当工具人啊 就是我要发挥我被用的机会 这讲得很好吧 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被用 他觉得很高兴 这就是另外一种思考啊 所以在工具人之外 你要把这个工具人 作为工具的这个气用价值呢 发挥到最大 那不就也就表现出 工具人的抽象价值了吗 论语里面呢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哦 这个孔子的学生呢 子贡啊 他是言语门的学生 他很会讲话 他有一次呢 就问孔子说 哎 老师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他其实潜台词 是觉得自己也不错嘛 那孔子就回答 他说 胡连也 这个胡连呢 这两个字呢 是写成这个 我们现在写这个姓胡啊 的胡连就是这个 连连看的连 不过都是写域边的啊 那这个 胡连是什么样的东西 他是古代呢 祭祀的时候啊 成这个 鼠祭的这个器皿 下朝的时候叫做胡 那呢 商朝的时候叫做连 所以胡连就是那个 拜拜的时候啊 装那个贡品啊 装这个古物呢 的比较尊贵的器皿 后来古代呢 就被比喻说 那个人呢 他特别有才能呢 可以担当大任 我们就说这个人呢 是胡连之器 所以如果一个人被称作呢 胡连之器的意思呢 的话就是说 这人 他是状财的意思啦 那子贡呢 这个问孔子啊 孔子回答说 你就是一个器啊 然后子贡就问老师说 我是哪一种器 孔子就回答他说 你就胡连啦 所以这里面啊 胡连之器就是 孔子呢 对子贡的称赞 当胡连之器不错啊 为什么君子不器不好呢 他就是一个胡连之器嘛 可以做仲宅啊 这样很好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人称你是胡连之器 是很好的啦 只不过呢 毕竟子贡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嘛 所以孔子称赞他呢 一方面称赞他 他是胡连之器之外 孔子还勉励这个 很聪慧的学生说 你不要只是当这个胡连之器啊 对不对 因为除了当胡连之器 拜拜的时候 被拿来装贡品的那种器皿之外 还可以做点别的嘛 对不对 还可以变成是一个更优秀啊 更近一层的人啊 所以如果能够搞清楚说呢 我们在职场上面 或者是在感情上面呢 是不是当工具人的角色的话 那么其实当工具人 没有真的很不好耶 所以各位 我想整理一下这一集的重点 别笨了啦 多工时代的来临 人人都是工具人耶 当工具人很不好吗 当爸爸妈妈的人啊 就要当好爸爸妈妈的角色啊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你家的工具啊 对不对 妈妈呢 都在家里面帮你做家事 免费的玛利亚吧 然后呢 爸爸呢 就很努力的去挣钱 对不对 然后养了一大堆家里头的小孩 都是吃饺子老虎 那我们当小孩子的呢 当孩子的要不要认真的当好孩子的角色 你说老师 你这样子比喻很不对耶 这个伦理的生活里面呢 怎么可以用工具呢 来做说明呢 对 没错的啊 就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只是工具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呢 在生活里面呢 担任一定的工具角色 这样的一个工具角色呢 他一点也不罪恶 如果在职场里面呢 你能够呢 发挥工具人的效用 能够创造工具人的价值 你最后可以当老板的空气耶 当老板的空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板呢 感觉好像看不到你 然后呢 也闻不到你 可是呢 没有你啊 他会死掉耶 所以你要让老板呢 把你当空气啊 这个是当好的痒哦 不是当不好的空气哦 对不对 所以你也就默默的帮老板呢 分忧解劳啦 老板没有你 他日子很难过耶 可是因为有些时候啊 我们真的也不能惯老板 要让老板感受看看呢 如果没有空气 他缺氧的时候 他会不会很不开心啊 所以你能够当老板的好空气 然后呢 还要让老板呢 有时候感觉到 你空气的存在 这件事不是很重要吗 如果没有那个扮演好工具人的角色 没有发挥工具人的价值 那要怎么样可以当老板的空气啊 那当然呢 所以面对老板呢 给你的邀请 要帮你升职啊 那当然是承担责任嘛 当然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啊 可是不是也有加钱吗 而且说啊 我加的那个钱呢 是很小的钱 可是各位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更好的练习啊 更好的练习呢 在不同的跨域的角色里面 可以学到不同的技能 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为什么只要一直想着 是负面的工具价值呢 工具意义呢 会觉得说工具呢 都不能够发挥呢 自我的主张 我只能够被人家当工具 我记得林志玲有说过一句话 林志玲呢 因为长得很漂亮嘛 然后大家都会笑她说 她就是花瓶啊 然后林志玲EQ很高哦 林志玲就说 对大家都说我是花瓶 因为她不是演戏的时候 那个口音都很nike嘛 然后就觉得 她那时候拍赤壁啊 跟金城武合演 然后大家就一直批评她 林志玲就说 我就算是当花瓶 我也要当一只称职的花瓶 扮演好花瓶的角色 哇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她就是说她愿意当工具人 并且她愿意呢 当工具人的角色 这有没有EQ很高啊 对不对 那当然事实证明呢 这个赤壁这个电影呢 虽然这个影评人呢 各有褒贬哦 不过票房没有很差耶 好这就妙了哦 所以林志玲就这样说耶 所以在职场上面呢 当工具人啊 可能可以有两面的思考哦 那么至于呢 在爱情上面 如果你的男女朋友啊 都是把你当工具人的话呢 你只负责接送啊 就是当很好的司机嘛 那你负责买早餐啊 对不对 你就是当很好的food panda 或者是免钱的uber eat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呢 爱情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交换的 或是没有办法用工具来交换的 如果呢 他只是对你这样 那你可能要考虑看看 为什么你同意对方呢 总是对你情感勒索呢 你自己都没有问题吗 你所喜爱的那个对象啊 把你当工具人 蛮多时候是你宠出来的耶 当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不要在两个人的关系 以及角色扮演上面 好好的做重新的厘清呢 当你能够厘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那也要感谢 这位呢 总是把你当工具的对象 那就太好啦 我发现了事件的真相 我就快闪离开吧 回到这一讲啊 我们来整理一下重点 第一个 多工时代来临呢 人人都是工具人啊 当工具人没什么不好的 重点是呢 要发挥工具人的最大效用 要创造工具人的价值啊 孔子都跟你说 君子不弃嘛 君子不弃 所以君子可以开斜杠耶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还不错吧 那么在职场上面呢 我们既然能够创造工具人的价值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当老板的空气啊 就是发现自己呢 的多元的可能 多项的才能 这样很好啊 你可以当狐连之气 又不限于狐连之气 对吧 那么另外呢 在爱情上面呢 如果发现了对方总是把你当工具人的话 那也一样要谢谢他哦 谢谢曾经相处陪伴的那段时光 那你就快闪离开吧 就不必有什么好的留恋了 希望今天的这一讲可以开启你更多关于经典和生活智慧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或是觉得经典故事能带给你一些好处收获 也欢迎你开启小铃铛订阅这个频道 或是帮忙按赞分享给你周围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经典和现代生活的想法 或是对哪些主题有兴趣 也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 对了 我们网址约也有Podcast的音频版本 你可以在各种Podcast平台上 用App搜寻到我们直接收听 要记得按赞留言分享哦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下次见咯 拜拜